自行車選手來台比賽 卻遇到大雨濃霧險些濕溫 但也在這時 他們深刻體驗到了台灣的溫暖 他們是韓國的自行車冠軍情侶 MISO與高丁丁 三年起來到花蓮 參加自行車登山王挑戰賽 卻因為高海拔與天氣問題 身體不適 本來只是想停下休息 卻意外受到遠景溫暖的照料 這時候也要贊物一顧 警方的暖心讓MISO 一度眼眶有些泛淚 最近他們將當時遭遇 剪輯成短片上傳YouTube 短短兩週 就已經有高達三十四萬的觀看 案在人數也已經突破了一萬人 然後我搬開了一萬人 然後我突破了一萬人 警方的燈光 突破了一萬人 我非常感謝 我們接下來 我們來這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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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說真的 我們已經忘了這檔事 但是看到他們 在YouTube上的剪輯短片 我們也很感動 也很高興 何歡派出所收到他們寄來的 泡菜禮盒與隨健的感謝信和照片 這才想起這件事 其實類似這樣的關心與救援 在何歡派出所已成日常 部分語言也不分國籍 而這份月揚的感謝與緣分 如今也透過影片 在網路上感動了更多的人 三星旅園旅站花蓮採訪